好的 欢迎回来 我是Goroshi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将是EVO日本战的总决赛 是由毛毛奇对阵Photo 那毛哥在总决赛上是拿出了他的颗灵 依旧是那个绿皮颗灵 而Photo这边则是换了一个角色使用了大猪波迪 Photo也是很顺利又一次来到了总决赛 这一集你仿佛看过对不对 去年你至少看过有5集以上 总决赛出现了Photo 这个当中也是一个自然定律 在决赛之前的Photo无人能挡 untouchable 到了总决赛的Photo有了一些变化 以前Photo每次用美华到了总决赛 然后遇上一个很难打的对峙 就没办法了 在今年Photo也是准备了一个全新的角色 也是要给自己一些全新的机会 就是要用博迪来挑战总决赛 拿下自己的冠军 去年一整年拿了五六个亚军以后 也是有一次冠军 非常不容易 那今天开年的第一场 又来挑战一下这个决赛局了 好了开场一个头已经是进回版边 毛哥这里血量已经是落后非常多了 总决赛的打一个缺反边把VT开起来 没有打死 血量差一点不过最后拉个链条 在这个点上面毛哥应该没什么机会 柯林要想突过去挺难的 毕竟博迪这个角色不是很怕你毛哥这样糊脸 毛哥现在要怎么来发动进攻 这个对局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柯林要发动进攻还是挺难的 不过好就好在柯林打大猪有一个优势点 就是如果大猪过多的出拳去阻挡的话 柯林这边是有一个VS滑一下去突的 对就这个东西又可以打插盒又可以抓对手的一个出招牵制 哦哦哦哦猫哥这里是想用一个EX的一个百列去确认 哎这里是吃了一个滑水 那刚才那个EX百列确认失误以后 那佛多也是没想到这个东西原来没有打中也会出最后一下 现在压一个板边没有机会过不去 这边一路挺出来突然一个千千上脸 毛哥千千以后也是第一时间没有动 这也是让我感到蛮意外的 他现在用这个千千第一时间不动的话 应该是可以打对手一个延迟的拆头 比如说有的选手他是在这个防守上面 看到你千千以后会延迟一拍按一下拆头 去做一个保险点的动作 那就很容易会被这个东西打 如果说对手是第一时间抢擒拳 毛哥这边也不会被打 他是延迟一拍出招的 中拆完以后头吹过去 有一个罐子毛哥这边想狐脸 那这个狐脸本来是可以穿拨的 但是这个罐子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拨 那连续两个链条毛哥这里就去世了 佛多上来也是用了两次VT 拉了两根链条带走了 毛哥这两个人名字我怎么走 觉得绕着绕着有点绕口 佛多毛哥毛哥佛多 OK那比赛来到第二局 上来VS被防了这里要挨一个缺反 站中角峰现在一路顶过去以后 毛哥这边已经被越打越板边了 佛多这边还出一个前前下中角 去打对手的后退 毛哥现在被压在板边 佛多这边怎么进攻 前走的时候撞到中角 而且还命中了 这边开了VT 一波插过去以后普通头 投完以后用一个下中角摸两下讲 这里手上还有一个V的机会 毛哥前面几次这个胡脸都没成功 都被佛多直接截掉了 这一次的话是终于成功上脸 不过没有打穿防守 佛多这边中弹命中 中角插和没出来 这个对手收招还是比较快的 用中拳的话应该就抓中了 但是距离可能会有点不太够 两个人互相的用重攻击去牵制骚扰对手 跳如果没成功 这个就很难了 还好距离不是很近 如果距离很近的话那就很恐怖了 啊这个中拳打到一个C康 C康中了以后下中角毛十三连 往前走以后 对手一个后后又下中拳直接抓掉 佛多其实刚才一个下中拳对空以后 没有去压毛哥也是比较担心 因为那个距离这个Photo不能择指令头 毛哥有可能会凹一个架招 所以他把对手对空对下来以后 也没有第一时间用中拳去压他的对手 往前走 中拳抓到C康 一波上天 中拳下来则正逆 直接选择走正向 毛哥非常实在 没有去做一些骚操作 VS直接把对手空给对下来 前前以后再一个前前 突然停下来 刹车以后下金鸟起手 跳中角 命中 啊没有 被防住了 这一下是选择用能量把自己的VT开出来 顶出去以后 链条拉回来 还有一次择 轻角 猫哥这里第一时间选择后起身 没有给对手抓住这个机会 再一个前前虎脸 差一点点 那现在VT没有了 Budu这边手上倒还是有VT 这里还可以去打一些复合 然后抓一下链条 一旦命中的话 后手的伤害还是非常足的 猫哥这点血量如果中一波 可能就要直接见底 中断防住 轻条打缺反 毛是三连走 下中条 白裂 往前压一个冰块 哎 中了中了中了 来了一个头锤 果然就是剩最后一点血量 哦呦 猫哥突然上连以后被对手一个后跳中秒抓掉 这个就很伤了 那现在是一灯对一灯 VT手上三个资源 这三个资源要怎么打直接用EX链条毛哥打一个确凡 确凡没打他 他没有后手去复合一个百列 那这样有点亏 我小亏无所谓 反正也放不到对手 有一块香蕉皮在板边要压进去了 怎么说 山蕉皮防住 哎 猫哥突然一个帕拉贝拉就出手 中拳对空 这个对空对的不错 是抓到对手一个直跳 中断命中 中断命中以后 毛哥还往前走 这么凶 这个是完全无视对手的有力 现在手上的VT跟三个资源全满 毛哥的防守压力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这时候佛斗很有可能会出个滑水去偷一下 对手的注意力可能都会在对抗一些招式确认上 我这边毛哥先命中对手 头一手 防守怎么做 下中脚 一点点往后躲 手上的这个VT开出来 毛哥的VT要没了 没了以后突然还是一个前冲 在自己VT没有的情况下 率先发起进攻 差点去帕拉贝拉 挑中脚防住 好的 这个对策做得非常棒 知道对手会在后手取消 但是有这个办法可以来打 也是做足了功课的 毛哥要表示喝一口 那这样的话是一分对一分 我也喝一口 现在是来到第三局 上来清拳两下 重拳复合帕拉贝拉 轻角打一个雀反 两边这边失误几乎都没有 对空 然后这次下来直接选择一个站中脚压 毛哥应该是选择要逃 这里用VT确认掉对手的一个吃瓜屁的动作 但是自己的V槽是交掉一半 没有打疼对手 好 这边是有一个泽 毛哥这边没有打泽 而是选择做搬运 VT爆出来以后 接下来毛哥要进入一波防守 下中脚去抓一下 没有中 下一次会不会突然一个头锤就冲出来 拉完链条 毛哥做一个虚晃被吃轻掉 拉回来以后下中拳 头锤 再拉一个链条 拉回脸上 头没有中 最后这点锤掉的话 应该是毛哥没有太大的机会 前前以后指令头带走 OK 那这样是Fordow这边先领先硬灯 两边资源差不多 两边都是可以通过一些资源 打出一些变数的角色 所以资源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重要 尤其是就是Fordow这边 对于他来说 手上有资源的情况下 对于对手的威慑力是很大的 头锤进版 反身摇一个用VT 这边VT的话距离比较远 没法确认对手的这个跳入了 中拳抓到一个C康 Fordow在对手有VT的情况下 还去拼这个拳脚的利回 非常有自信 但是自信的代价就是惨痛的 下段摸中一下以后 马上补一个下中拳 抓一下乱动 这里突然错不及防的一个下段链条 下段链条用来偷击也很棒 打一个链段 下段链条拉回来 上链 前走下青角以后收走了毛哥 毛哥是带着三个能量去的 他这个三个能量倒也不能怪他 他没机会开 对手手上有VT的话威射力太大 Fordow可以确认掉他任何的动作 然后用VT链条直接去破毛哥的一些狐脸啊 或者是转身啊什么的 不太不太好打 现在2比1了 Fordow从败这组打上来 如果赢的话还要再打一轮 直立头抓掉 这是普通球 清拳点到康 一路又压进版面 毛哥刚要进版面 完了 这下进了 中拳先压 第二发 毛哥这边应该是会用下 站中角去把自己的VT开出来了 以我对他之前的一个观察 下中角开逼 这个下中角抓的是位置 非常的微妙 竟然是可以在这个点上中 普通投 投完以后再往前 再来吗 没有 这次的话是用下中角打对手的后退 啊 下中拳命中以后一波插进版面 清拳刚点完 对手突然凹了一个指令头出来 滑水过去 这边的一个滑铲是真偷到 诶 这一下头锤完了以后 把VT开出来做一个取消 下段拉回来 这时候点一下清拳 两个人的血量非常的微妙 VOTO这边 这个超远距离中拳中了 刚想说毛哥这边如果说 只是一些远距离拳脚摸中的话 还打不死VOTO 结果毛哥这边刚伸出手就死了 刚才VOTO这边想试出 用这个跳水去偷一波 没偷中 毛哥的反应还很快 他应该是一直有在防范 距离拉远了以后就很小心 对手会不会突然一个滑水就过来 因为对手毕竟手上资源特别的多 总归会有机会去烧一烧 然后看毛哥防守上面也是比较有自信的 如果没有太大自信的打法的话 打这种搏迪这种角色 很多时候都会去直跳来躲这一下预判 好了那现在FOTO这边是中一发C 选择要怎么压 普通头没中 这边下中要把VT开出来 手上的C全满 下中拳中 然后青鸟帕拉威拉 这边是要把能量分开来打 这个选择是对的 因为你再压一套的话 说不定再回收一个资源 就有机会可以进斩杀线 下中拳 下中拳已经三下了 摸了四下 这利用自己的VT一路去蹭对手 突然上连 防得很好 FOTO这边根本就不动 什么智慧都不给你吗 看一下FOTO这边要怎么来做 最后的这个VT点 是突然冲出来吗 这里吃了个中角C抗 还好 这里马上第一时间后起身 躲开对手的这一发折 要怎么办 是突然直接开出去 还是怎么说 毛哥会不会突然有个灵光一线 血量上有点落后 摸完以后有力 现在有点领先 没了没了 这应该没了 这太难了 毛哥这边选择的是 前前以后去预读驾招 对手是什么都不安 毛哥在最后想拼一枪 这个FOTO也是惊艳老道 这个时候完全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了 直接默默的防守就行了 两个人突然开始聊一波天 你需要换角色吗 毛哥说我可能需要换角色 点点头喊个暂停 那这样的话要重新退回选人见面 然后毛哥要来决定一波自己的一个角色了 FOTO则是看起了自己的手机 这招也是板桥的祖传秘籍 用指令头系角色的都得用这一招 看完以后跟自己的角色对对话 属于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 好那现在的话 让我想一想 都应该不会换角色 他这个点上面换角色 用这个时空打伯迪的话 其实不好打 时空的这个占重拳 在对伯迪的对局当中 几乎发挥不出来 是一个非常难用的对局 如果说退回的话 最多也就是思考一步 他去换角色的话应该不太合适 反正我是知道 年轻的时空打伯迪不好打 年迈的时空虽然能牵制 但是很容易被偷到 好了应该是没换角色 马上就开始了 没有任何的变化 好了现在已经是到了RESIT 毛哥被拉下败这组 开场一发VS吃一发雀饭 佛多这边气势越来越勇 对不对 用了博底以后开始转运 终于不用做万年老二 投完一发 然后过去再投 这次佛多是用自己的后退抓住了 毛哥这边应该本来是谋划的用两次投 然后一次下中角去抓对手 之前也是这么打 突然一个前途 清拳以后拉回反投 清拳再拉一个投 下中角摸完桨 然后之类就放 这里也是不急于压对手 这边头锤应该是要取消链条 毛哥防住起身 哦不对防完以后之类抢 把主力拉开最后的VT没了 毛哥会在这个点上突然冲一下吗 突然到了对手脸上去蹲住 不动 两边都是打得要非常小心的 因为佛多如果按照过于常规的一些出招节奏 被对手一抓那就是一个VS 或者是一个驾招 下中拳这边抓一个插盒 哎这个中拳应该是要带C的 C中就直接死了 毛 这一块冰带走 那毛哥在开场的第一灯是拿下了 现在第二灯 虽然Fudo手上是有两个资源的优势 但这个优势我在之前的对局当中没有感觉到太大的这个优势 清拳复合一个EX头锤 打完以后重新拉一个罐头 我发现这个罐头好像在对毛哥的一个对局当中几乎没有起到什么很大的作用 不像打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罐头出来对手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毛哥不吃这一套 现在又是到了一个压板边 今天几乎没有见到太多把对手压死在板边的这种局面 两边在防守上面都做得太好做得很好 下中拳摸一套 这边中拳复合一个头锤出去 然后一看没中赶紧开V跑命 这里要打一个大伤害 拉回来 接下来最后一下 毛哥选择的是用驾招 这样的话打一个最终的决胜点是两边都是双资源 开场用下段先去封一下对手的脚步 毛哥这边也是很小心 大部分情况还是以蹲着为主 不知道蹲着蹲着对手会不会突然来个滑水 还能用反应 这就很强了 这里这个VT抓住了 对手正好是定在一个前前的动作上面 毛哥第一时间用轻攻击起手 这种今天比赛几乎没有看到失误 这个也是两个人在决赛上发挥非常的稳定 这个中拳往后拉一部对手的拆头动作出来以后 是没能够抓住第二下 毛哥这里会有点着急 刚才应该已经是可以赢下比赛的时候 突然是一个使我中断命中 然后轻拳往后拉一部 这个中拳还能打中对空 一个VT拉回来下中拳头锤 哇刚才那个对空落下来以后 也是没有第一时间上去择他的对手 也是非常担心 VT这边会不会突然一个EX的头锤霸体凹出来 主要还是比较担心这点那毛哥这边又丢一分 VT还是强 VT现在用这个大猪非常非常稳 跟以前那个美滑比起来有了更多安定的因素 原来的美滑确实不安定 因为手特别短 上去就是找人拼 拼不赢就算是 很多时候没有很好的办法 但是以VT的天赋一路赢过去 也是非常不容易 冰块冰重 这边重拳拉一下两下 毛哥这边已经是把对手卡进满边 这里选择后跳 海烈这边防住中段距离比较远 缺反不到 毛哥也没有出手 没有并不是每一次的防住中段以后 都会直接就打对手的缺乏 这也是格斗游戏当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因素 就是招式的命中距离 刚说完毛哥这边失误了 这里距离是够了 但轻调没有第一时间点上去 这时候一个高节奏的对战当中 还是会有这么一点两点的小失误 这边拉回来 直接被摸一下 毛哥往后一退 看对手没做动作 直接重新打了一回 反应太快了吧 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多少人可以反应的过来的 你就打到一个很激烈的两个人 在极限的一些利回对垒当中 如果说你突然退一个滑水 你像没圆这种人就没反应了 就直接中了 毛哥是几乎没中过 就中了个一两次 这里下来以后 选择空中链条把对手摁在地上 那现在血量上面又亏 下中角把VT开出来 中拳两块冰再冲上去压往后 打拆头中了 这个东西太强硬了 这边封锁一下冰点 佛多这边是预判对手会打拆 然后选择用EX的指令头搏一下 选择上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是我说的 要拼一枪 对不对 我们中国的这个飞机仔 就在这个点上 会用烂命下中角去捅对手 觉得对手会打拆头 就用下中角去捅 那VT也一样 我就觉得对手会后退 我就用指令头去抓 你不要慌我 清掉两下 毛哥在这里 还是在等待插合对手的机会 这边是防住一个下中角 然后打一波雀反 一波插回去以后进板 整个普通头没有中 嗯 毛哥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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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哥真的是猛 猛虎一般的男人 这个都是不中 真的是有点神奇的 很快很快的 而且这个街霸舞 有输入延迟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真的是要做到一下都不吃 那是得要多强的这个集中力 拉回来下中拳投锤 那佛多这边应该也是要断了自己 出这个滑水的念想 EX百列上天 松轻桥以后顶下来走背面 这一次是终于走了一次背面 但是对手没吃 拿一个罐子回来 跟着罐子过去 这个罐子 许多的效果有点好呀 应该是可以直接带走 Fudo这个罐头是绝对打出来了 从头到尾没碰到对手 但是给对手的压力极大无比 觉得这个罐头对吧 比自己美华扔个麦克风什么好用多了 麦克风就扔两下 地上跳两下就没了 这里 哇被打晕了 被打晕了在这个点上面就很糟糕了 马上又变成0比2了 中拳压一下 突然把距离拉开 自己有非常巨大的优势的情况下 毛哥现在要思索一下自己究竟该怎么来反击这一波 在我看来只有靠VT 但这VT真的是要把大猪这种1100的血量给压下去 那还是非常难的 哎防住了 EX百裂上去 就看这一波了 下来下轻鸟 择中 然后再冰住 压晕点 站中鸟追后后 然后取消百裂 冰块下来 压一波 这里应该还会有一个压起身的点 喂 太强了吧 在这个点上 一连串的则 最后被对手中断的这一下 还可以非常冷静的使用一个加招 VT领先一整管的血量被毛哥一波直接翻掉 哇 这个气势上面 一下子打回来了 这个气势一下子打回来了 看一下毛哥这一局 真的是 超级冷静 即便面对像佛多这样数一数二的高手 依旧可以做出一系列冷静的判断 也就是我们一般选手所达不到那种高度 就是你能不能在这样一个点上灵光一线 下轻角起手 上前 下轻角帕拉贝拉 毛是三连 再一个普通头 打完以后 佛多这边 哎呀 又是一个柴头又飞头 啊 还是头 毛哥果然气势 熊齿啊 佛多兵败如山倒 你千万不要被对手打出一个超级漂亮的翻盘 你要知道这个是现场的比赛 现场的比赛 你被对手打出这种翻盘 整个一个现场的氛围啊 会变得很微妙 真的很微妙 现在 波多这边受伤三个资源 要怎么来做 还是用中段去远车约摸角 不给对手蹲 不给对手蹲 这个办法也不错 不给对手蹲 必须逼着你站起来 那接下来一会就要用下中角来摸你了 当然这都是 啊 就没中过 真的没中过 毛哥这边还试图打一个缺反 但是没中 反应太快了 太可怕了 这个反应 这是人类的反应 这个真的是 很难说 因为我打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办法通过反应去反应这一招 一波插进去 挺拳往后拉一步打一个中角 投球出来吧 VT做一个取消 毛哥在这里已经等着你了 那这边C打完以后 还有最后一点血量 追过去 瘋了吧 毛是这个C按道来说压不了此生 他竟然在这里做了一个超级大胆的举动 两下前前以后突然一个后后打柴 哇 佛多形态都要给他打炸了 越是到这样子的比赛点上面 毛哥做的越是夸张 太恐怖了 想想都觉得贼恐怖 那这样毛哥是完完全全的 把佛多的气势给打掉了 佛多也是很理智的在这个点上面选择去暂停 因为如果不在这个点上暂停的话 自己的真的是要兵败如山倒 刚才连续的两局打出这么精彩的东西 而且看到整个前面的一个抢三 两个人打的都非常的稳健 到了最后一个打决赛的时候 就是拼双方的灵性 就看佛多在这一轮暂停之后 能不能够变得更加的威猛 猫哥我们给站住脚先拉一下 再来一发 突然一个前冲 没有中 上去偷 猫哥这里要打进攻的话 需要有非常高超的水准 至少对手在射程上面玩豹子 听就被点开 你看每一次猫哥都是很耐心的拉着自己的蹲防 然后看到对手出中段还能及时的站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高手的防守啊 佛多真的是有时候也有点头皮发麻 你像这种人怎么防守打不穿 这个很恐怖 避回不给机会 好了中拳插中了 至少在远距离的 就中远距离的一些摸奖上面 佛多这边没有怎么摸中 这边是中角起来 这一下被对手终于拗出来以后 抬抽 猫哥不停 猫哥自己手上有VT 链条拉回来 中拳头 锤再一个链条 还有一丝血 一丝血 下中角 猫哥也来烂命起身 这个太烂命了 好可怕 下中角 站中角 这边手上还有20秒的时间了 这点血量是有智慧可以打掉 但是要两套 但手上是有Z 哎 最后的时候冲过去下中角的时候 被佛多下清拳先一步 抢走 这样是佛多这边拿回一灯 这灯很关键 能把比赛拖到赛点吗 下中角 好 博哥这边晃一枪 晃完以后普通头 中 这边连续的虚晃两下 对手没给反应 波多这边要怎么来出这个板 抓插可 反应很集中 知道对手有可能会用一些重攻击来摸奖 如果对手的重攻击一旦打空 我就马上用中拳打回去 在街霸舞当中 如果要确认掉对手的一些动作失误 还是要抓了对手的重攻击来 如果你不抓了对手的重攻击来 要去打中拳的手招 基本上都是在摸奖 但是你可以通过反应 去抓对手的一个重攻击打空 中拳那边下段链条拉回来 摸奖摸奖加一个中段 中段后面没东西可以跟 连续的拉两下中拳 两边都是有VT 都不用 下中拳摸中下突然一个前冲上脸 先拳普通头再前冲再普通头 还有了接下来开始了 下中角先摸一下 这样的话最后一个进攻 在下中角这边就结束了 毛哥这边也是很理智 直接把这里调开 对手手上是有CA的 跟他在近距离硬拨硬拆 自己不占太大的优势 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 把时间给拖制住 这下难受了 下中角拉回来 这边两个冰块又砸中 血量还是非常的紧 毛哥怎么办 毛哥选择逃命 啊 佛多这边只能选择去 喝一口饮料 注注信 那毛哥最后的这个 逃得非常的果敢 那佛多也是 不知道 对手到底会怎么做 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很好的选择 如果选择直跳拉一下的话 很有可能 对手就一个对空打死自己 前冲以后一发投 再一发投 投完以后 前冲还是一发投 第三点发了 这次最后选择用下中角去抓对手的一个后退 这时候还是防了 佛多在最后的一个赛点冷静 一定要冷静 头脑不要发热 前前 下前脚起手 中段防住 宝哥的中段 油盐不尽啊 这个人 占中角 抓掉对手的一个喝饮料 佛多这里想通过自己的一些补给 哇哈哈哈哈哈哈 你今天已经试了五六次了 一次都不中啊 毛奇的防守天下无敌啊 我操 这个防守真的太恐怖太恐怖了 如此高强度的一个防守 中段不中 指令头不中 你一般的下段摸奖也不中 只有在毛哥出手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有可能打中他 其他的一些因为中远距离 你想去通过直接的摸奖 不存在 根本不存在 好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也是恭喜毛哥拿下了今年第一个比赛的冠军 也同时啊 恭喜一下佛多又一次拿到了亚军 他这个预示的今年的一年 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反正拿亚军拿多了以后啊 年底的总决赛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了那今天这个比赛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